折戟沉沙铁未消 自将摩喜任前朝 东风不与周廊变 同却春深 锁二桥 前文说咱们讲到 征免将军明锐 孤军深入兵困猛密 在猛密啊 无粮无食 最后决定呢 兵发蛮话去抢粮 结果呀 到了蛮话之后 发现这真有免军的粮草 可是同时也发现呢 这地待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啊 一攻难守 如果从这里长期扎营 很容易就会被免军围困 然后吃掉 这粮食问题 虽然暂时得到了解决 但是现在困扰明锐的 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这个战马 弹药 以及后援补给 还有最难受的就是啊 每天都有被瘟疫放倒的士兵 这还是刚过完年 哎 天冷 如果一旦到了这个梅雨季节 那可想而知 这瘟疫势必在清军当中爆发 到时候每日减员呢 那就不是以一个两个算了 所以明锐下令啊 在这个蛮化驻扎了五日 也就是说这清军在这儿啊 就休息了不到一礼拜 决定啊 咱们呢 是立刻撤军 这一撤兵 明锐才发现 这会儿的缅甸部队啊 从四面八方 可就已经围困上自己了 最初这明锐认为啊 在自己正面阻击自己大军的 也就是缅甸的所有主力 可是现在啊 他的看法变了 因为他发现呢 这缅甸兵是越打越多 这收中代言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这缅甸的主力军呢 这会儿已经从这个仙罗战场撤回来了 因为仙罗那地儿被他们拿下来打赢了 明锐呢 率领了自己一万二千多清军 离这缅甸的首都阿瓦城越来越近 所以这缅王猛博呀 就赶紧的把这支得胜的部队 往回调保卫首都保卫领袖 要说呀 这缅甸的士兵 可能是单兵战斗能力不及清军 可是呢 这会儿的缅兵 有多年的长期作战经验 从将军到士兵 那都可谓是能争惯战 这些从仙罗战场上撤起来的缅军 可没傻乎乎的 从正面直刚这个清军 他们选择的是包抄 有两个用意 一呢 是先把这清军占领的木帮 以及蛮木一带呀 收回来 得逞了 那您想想好几万人去打五千人 这木帮城能守得住吗 所以呀 这个木帮守将诸鲁纳 才唠的一个全军覆没 是兵败自一 这缅甸人作战方案的第二个用意呀 是从后边包抄明锐 说实话 明锐这几仗没白打 他们怕明锐 知道这个明锐呀 不但是个能争观战的将军 并且呢 是这乾隆皇帝的亲戚 但是他们搞不清是什么亲戚 在缅甸人流传呢 这明锐是这乾隆皇帝的女婿 这也有可能啊 是缅甸人理解的内亲最近的关系了 明锐领兵从蛮化杀出啊 就发现四面都有敌军 打了几仗啊 皆因为敌众我寡 所以呢都冲不出包围圈 就在这明锐没有办法的时间呀 哎 又来贵人了 这个人呢 称自己呀 是波隆人 是这个贵家部落的人 这波隆人呢 您听着耳声 这贵家部落 您听着耳熟了吧 对喽 就是那个缅亡孟波的前夫哥呀 哎 宫里燕的部落 这波隆人跟这个明锐说 大帅呀 我知道一条小路啊 能够绕过缅军直通波隆老场 那儿呢 有防有舍呀 虽然荒废了 但是大军呢 能修整几天 您再往前 再往云南方向走 什么情况啊 我也不清楚 我能帮您的 就是绕过前边这批缅军 让这部队呀 能得到短暂的休憩 哎 名人一听的 即便是这样也好啊 于是啊 就由这个波隆人带路 绕过缅军 到了波隆老场 那么说这波隆老场 是个什么地方呢 哎 说起来让人难受啊 要说这贵家部落的 头领公里 当年为什么有实力 跟这个缅甸国王抗衡呢 那就是因为呀 手底下有人有钱 这钱打哪来呢 人家呀 有银矿银场 哎 这银场啊 说的就是这个波隆老场 这里呀 当年繁荣兴旺 到什么程度呢 这里广是有矿工 炼工 以及厂炼 这厂炼呢 就是护厂队 是这银场啊 自己养的武装 这加到一起呀 就有好几万人 不长眼的时任云贵总督 不搭讪 瞧不起人家这个公里宴 就没接受人家的归顺 并且呢 还向其敲诈 最后啊 还把人家给杀了 这波隆老场呢 自死以后啊 也是日渐萧条 直到今天呢 一个人都没有了 这银矿银场啊 也就荒废了 这明锐剑子情景 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啊 倘若这里啊 现在还是由这 宫里宴主持 这宫里宴呢 成功归上了大清 那我们大军至此 岂不是就到家了吗 好可恨的 只因为前人灾树 后人称凉 前人造孽 后人遭殃啊 现在张嘴在骂着吴大善呢 也是无济于事 赶快休养啊 歇过烦来过两天呢 咱们还得继续 向云南方向突围 转眼就到了二月初期 这明锐行致猛了 这会儿 撒出几个探马回来了 这些探子报告给明锐啊 基本上侦查了 缅军的数量 围困咱们这只缅军呢 大概有四五万人 哎 就是到了这会儿 乾隆三十三年的二月初期 这明锐还有多少人呢 哎 史料不及被载 书上没写 咱也不能瞎编 可是我估计 应该是不足万人了 那对呀 胜仗是没少打 有那么句话不是说吗 杀人三千自损八百 双方交战自己一方 哪能没有损伤啊 再有 不是咱们说了吗 这瘟疫啊 也是这明锐遇到的最大难题 自打出征啊 每日都有被瘟疫 夺去生命的清军战士 不管怎么说呀 这位波龙人呢 把大军引至波龙牢场 明锐算是得到了喘息 又休整了几天 那有人说明锐这支军队后边 不是有人追吗 对了 追明锐的呀 就是当初和明锐在正前锋 硬刚的那支缅军 和这个明锐见过几仗 出兵的时候啊 大概有三万来人 现在我估计也就剩下一万多人了 应该和明锐的军队啊 人数持平 但是有门说门 一顶一个的干着缅甸人是真不行 所以呢 他们不敢呢 直接就撵到这个明锐跟前来 和清军刀兵相见 还别说呀 这清军困兽之斗 就不是困兽之斗 一个盯一个的 他也打不过清军 更何况啊 就在前一段时间 这支追击部队 还让明锐一顿垮抽 打得挺惨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是这个明锐啊 投到这个蛮话之前 那可能是啊 这明锐最惨的时候 这军中的粮食啊 没有了 是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明锐才放弃了攻打缅甸首都阿瓦城 改攻蛮话 到那去抢粮食 正在这大军呢 转向蛮话 还没到蛮话这期间 估计是啊 这身后追击的这群缅军呢 已然了解到这明锐真实的军情了 他们知道这会儿的清军呢 又饿又累 已然是一只疲累之士 于是啊 这缅甸人呢 就不把明锐这支部队放在眼里 你们不是往前赶路吗 得嘞 开始啊 这支部队还远远的 在十几里路以外坠着明锐 总之呢 我也不跟你打 我也打不过 你往哪走 我往哪走 我们的目的啊 就是跟着你 对你形成合围以后 再一口吃掉 现在前方呢 也就是木帮那边 这口袋底啊 还没有缝合上 所以我们这边口袋嘴啊 也不扎紧 慢慢的就是跟着你 可是后来随着他们慢慢的了解到啊 这清军可能是已经不行了 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所以呢 这胆子就越来越大 每天呢 晚上跟这个清军扎营的距离越来越短 今天往前走二里 明天往前进一里 最后啊 竟然这明锐把这大军呢 军营扎在山梁 他们呢 把军营扎在半山腰 等于是明锐坐在马上一回头啊 就能看见缅甸人的大营 这明锐啊 乐了 说这帮孙子 真是蹬鼻子上脸 他说 贼倾我甚意 若不决意死战 一将似毒于我 无交泪依 那这句话好理解 你跟我这擅脸呢 我非好好的想个办法 臭你压的 于是啊 传令三军 从今天起啊 不走那么快了 慢慢的走 一边走一般观察地势 那有什么好观察的呢 这明锐是想啊 好好的找一个 异于伏击之地 给这群缅甸人呢 上一刻 这清军每天早上起来 拔影起寨呀 都是这么一个操作 这四号手啊 拿出海螺来 哎 长短音啊 吹三遍 这全军呢 就拔影起寨 再向前行军 这明锐这会儿啊 为了给这个缅甸人 加深印象 告诉四号手 这回再吹号啊 别往军营里吹 往身后头吹 这音儿啊 给缅甸人听 这一来二去 一日长两日短呢 这缅甸人可就记住了 哦 原来是三长两短 海螺号之后 这清军就要拔影起寨了 那这省事了 还省得我们呀 打集合桌了 你听见号起兵啊 我们听见号之后 就跟着你 哎 这算是省事了 不是就有这么一天 那早上起来之后啊 又是三遍号响 这缅甸人知道了 那肯定是清军 又拔影起寨了 得嘞 跟着你 出了帐篷 集合整队之后 才发现 这生无理 是大物弥漫 缅甸的领军将军说 那没关系 这一条山路啊 没有其他的道路可选 这清兵呢 只有往前 往后就是咱们 咱们跟着他也就完了 这有误怕什么呀 无非也就是啊 快点慢点的事 于是这帮缅军呢 睡眼朦胧的 提了这武器呀 屡屡横横的 就往清军的方向 跟下来了 走到这个临身 树密之处啊 可了不得了 四面伏兵四起 清军争以赴而上 这明锐一声令下 清军万众突出 枪炮如雷 缅军拒不及战 急忙撤退 伤亡四千余人 从此 每夜 屯营于 二十里余外 所以啊 之所以能容得 这明锐 在这个波龙老场 能够修整几天 和前些日子 追击这支部队呀 让清军打怕 打疼了呀 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可是一次胜仗 也改变不了 这支清军 以及明锐将军的命运 明锐率领大军 继续前行撤退 可就到了 二月初十了 明锐呀 七座连营 在这个猛辣这扎营啊 已经有三四天了 那位说 怎么不走了呢 这回是真走不了了 敌人这四五万的大军呢 已经拢上来了 口对口啊 已经砸死了 虽然对明锐军呢 没有进行什么 有效的攻击 但是即便这样 围呀 也能围死这支部队 这明锐呀 召开了作战会议 现在呢 只有突围的一条路了 往哪儿突围呢 往顽顶方向 这里距离顽顶啊 应该也就是二百余里 有消息说呀 很有可能 这俄勒登俄的兵 已经到了顽顶了 咱们呀 也别指望他来救援咱们了 咱们呢 就往那个方向突围 这顽顶啊 虽在北面 咱们也别傻乎乎的 就往那一个方向跑 咱们分兵十二路 大队人马朝北 其他部队都是阳攻 殊死抵抗 拖住敌军 掩护大部队突袭 说实话 这会儿看出满洲人横来了 扎拉丰额 观音宝 纷纷表示 自己愿意断后 让大帅呀 带领着其他将官兵士 往顽顶方向突围 这明锐呀 苦笑了一声 看了一眼 扎拉丰额 又瞧了瞧 观音宝 你们二位呀 谁也别走 带领着自己身边的 将变巴图鲁 以及亲兵卫队 以及呀 我身边的这些 将变卫队 咱们这些人断后 让这个绿营将领 哈国兴 以及长青 带领着大部队 往顽顶方向突围 扎拉丰和观音宝 这二位将军 听完之后 完全从命 一点意见也没有 这二人纷纷表示 大丈夫战死阵前 死得其所呀 就在当天夜里 这突围战呢 可就打响了 果不其然呢 这军中几位 满洲主将 身边带的这个 侍卫巴图鲁 加到一起呀 应该有数十人 还有啊 就是这几位将军 身边的几百亲兵 在队伍的最后 断后 这敌军发现 这清军要突围呀 从四面八方啊 可就攻上来了 这大战呢 从深夜 一直打到凌晨 断后的八旗将士 无不以一当白 冲在最前边的 扎拉风格呀 身中数十枪而亡 这观音宝啊 可是个老派的八旗 虽然现在呀 大家都兴使枪了 可是他的骑射呀 那仍然在这清军当中 算是数一数二的 骑着马 在阵地上迂回 向敌人魂击 到了天亮以后啊 用手一摸剑弧 发现这剑弧里 只有一只剑了 眼看呢 这缅甸人呢 可就向自己围过来了 一旦被生擒呢 肯定是有一分屈辱 于是啊 一手拿着这只弓箭 一手一按马鞭球 这马呢 可就向这个密林深处跑去了 跑到林中啊 观音宝一咬牙 就把这只凋零剑 插进了自己的耿嗓咽喉 闭气而绝 那么这会儿 明锐怎么样了 已然负了伤了 身上受伤了几十处 可是还算不错啊 这自己的亲随卫队 也极力保护 与这个大帅一起啊 还就真杀出了包围圈 一口气啊 就逃出了二十余里 看看后边啊 追兵未至 这明锐下令啊 原地休息吧 点了点数啊 也无非还有啊 十几人 明锐看看这十几个人 坐在马上啊 拿起了自己的宝剑 一扭事儿 把自己的发辫 从头上就搁下来了 然后从容下马 对自己的家人说 把这个拿回去 交给福晋 随后又把这云贵总督 印信从怀里掏出来 交给家人 说把这个也拿回去 交给皇上 看前方啊 以无围堵之兵 你们平安突围出去 应该不成问题 我不想走了 这明锐死意已绝 众人拦阻不住 最后将军 自意树下 带到将军 断气之后 家人呢 把明锐摘下来 用戍边的落叶 草草的掩埋了 明锐的尸体 才寒泪回到了云南 这明锐死在哪儿了呀 今天的绵北 崩隆自治县 曼铜镇附近 一代将星 就此陨落 第三次清缅战争 以如此的方式 就此落幕 乾隆皇帝 得知自己爱将 身死阵前 在养心殿内 放生痛哭 这才要调兵 遣将有了这四次 争免 优优独播剧场上